第十五回 无学纠睡三软状愁 公孙上映七星巨异 诗曰 英雄聚会本无期 水浒山崖任指挥 欲向生辰妖重宝 特班三软斜神机 一时豪霞七皇屋 七秀光芒动紫灰 众手梁山同巨翼 几多金箔 尽福归 话说当时无学纠道 我寻思起来 有三个人一胆包身 武艺出众 赶赴汤蹈火 同死同生 义气最重 只除非得这三个人 方才完得这件事 朝盖道 这三个却是什么样人 姓沈明谁 何处居住 无用道 这三个人 是弟兄三个 在几周梁山破遍 十节村住 日常只打鱼为生 已曾在坡子里做私伤勾当 本身姓阮 弟兄三人 一个换作立地太岁阮阮小二 一个换作短命二郎阮小五 一个换作活颜罗阮小七 这三个是亲弟兄 最有义气 小生旧日 在那里住了数年 与他相交时 他虽是个不通文墨的人 未见他 与人结交 真有义气 是个好男子 因此和他来往 仅已二三年有余 不曾相见 若得此三人 大事必成 朝盖道 我也曾闻得 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 知不曾相会 十节村离这里 只有四十里以下路程 何不使人 请他们来商议 无用道 拙人去请 他们如何肯来 小生必须自去那里 凭三寸不烂之舌 睡他们入伙 朝盖大喜道 先生高见 几时可行 无用达道 事不宜迟 只今夜三更便去 明日晌午可到那里 朝盖道 最好 当时叫庄客 起安排酒食来吃 无用道 北京到东京 也曾行道 知不知 生辰刚从哪条路来 再凡刘兄 修辞生寿 连夜去北京路上 探听启程的日期 端地从哪条路上来 刘堂道 小弟子今夜也便去 无用道 且住 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 如今却是五月出头 尚有四五十日 等小生先去睡了三软弟兄回来 那时却叫刘兄去 朝盖道 也是 刘兄弟只在我庄上等候 话休续凡 当日吃了半赏酒食 至三更食分 无用起来洗树罢 吃了些早饭 讨了些银两 藏在身边 穿上草鞋 朝盖流淌 送出庄门 无用连夜 投十节村来 行到晌午时分 早来到那村中 淡见 清玉玉山风叠翠 绿衣衣桑浙堆云 四边流水绕孤村 几处舒黄 颜小径 毛颜棒剑 孤木成林 梨外高悬 孤酒配 柳音咸懒 钓鱼船 无学就自来认的 不用问人 来到十节村中 镜头 软小二家来 道德门 道德门前看时 只见枯庄上 揽着树枝小鱼船 疏离外 晒着一张破鱼网 以山傍水 约有石树间草房 无用叫一声道 二哥在家吗 只见一个人 从里面走出来 生得如何 淡见 抠兜连两枚树起 略挫口四面连拳 胸前一袋 盖胆黄毛 背上两只横生板肋 碧钵有千百斤气力 眼睛射几万道寒光 人称立地太岁 果然混是魔王 那软小二走将出来 头戴一顶破头巾 身穿一领旧衣服 赤着双脚 出来见了是无用 慌忙声惹道 教授何来 慎风吹着道瓷 无用达道 有些小事特来香美二郎 软小二道 有何事但说不妨 无用道 小生次离了此间 又早二年 如今在一个大财主家 做门馆 他要办筵席 用着十数尾 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鲤鱼 因此特地来香头足下 阮小二笑了一声 说道 小人启和教授 吃三杯却说 无用道 小生的来意 也欲正要和二哥 吃三杯 阮小二道 隔湖有几处酒店 我们就在船里 荡江过去 无用道 最好 也要就与五郎 说句话 不知在家也不在 阮小二道 我们一同去 寻他便聊 两个来到铺岸边 枯庄上 懒得小船 解了一只 便扶着无用 下船坐了 树根头拿了一把滑丘 只顾荡 早荡将开去 往湖泊里来 正荡之间 只见阮小二把手一招 叫道 七哥曾见五郎吗 无用看时 只见芦苇丛中 摇出一只船来 那汉生的如何 淡见 割大脸横生怪肉 玲珑眼突出双精 腮边长短 淡黄须 身上交加乌黑点 浑如生铁打成 一是顽铜铸就 修颜月妙 恶思神 果是人间 刚直汉 村中换作活颜罗 世上降生 真武道 这阮小七 头戴一顶 遮日黑若栗 身上穿个 棋子布背心 腰系着一条 生布裙 把那船只荡着 问道 二哥 你寻五哥做什么 无用叫一声 七郎 小生特来 襄阳你们说话 阮小七道 教授恕罪 好几时不曾相见 无用道 一同和二哥 去吃杯酒 阮小七道 小人也愈和教授 吃杯酒 只是一向 不曾见面 两只船 撕跟着在湖泊里 不多时 滑到一个去处 团团都是水 高腹上 有七八间草房 阮小二叫道 老娘 五哥在吗 那婆婆道 哎 说不得 鱼又不得打 连日去赌钱 数得没了分文 却才 讨了我头上叉 出镇上赌去了 阮小二笑了一声 便把船划开 阮小七便在背后船上说道 哥哥正不知怎的 赌钱只是输 却不会借 莫说哥哥不赢 我也输得赤条条的 不用暗想到 冲了我的技 两只船 撕并着 投十节村 镇上来 划了半个时辰 只见独木桥边 一个汉子 把这两串铜钱 下来解船 软小二道 五郎来了 不用看时 半剑 一双手浑如铁棒 两只眼 有似同灵 面皮上 常有些笑容 心窝里 深藏着震毒 能生横祸 善将悲哉 拳打来狮子心寒 脚踢处玩舌丧胆 何处密行温食者 指此事 短命二郎 那软银小五 携带着一顶破头巾 并并插朵石榴花 披着一领旧布衫 露出胸前 刺着的轻郁郁 一个豹子来 里面便扎起裤子 上面围着一条 剑道 棋子布手巾 无用叫一声道 五郎得彩吗 软银小五道 原来却是教授 好两年不曾见面 我在桥上望你们半日了 软银小二道 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寻你 老娘说道 出镇上赌钱去了 因此同来这里寻你 起来和教授 去水阁上吃三杯 软银小五慌忙去桥边 挤了小船 跳在舱里 捉了滑稽 只一滑三只船 撕并着 滑了一些 早到那个水阁酒店前 看时 胆见 前林湖泊 后应 薄心 树石珠怀柳 绿如烟 一两档荷花 红罩水 凉亭上四面明窗 水阁中树般轻致 当炉美女 红裙眼影 翠沙山 嫡气山翁 白发偏移 麻不拗 修严三罪 岳阳楼 直此便为 彭道客 当下三只船 乘到水亭下 荷花荡中 三只船都揽了 扶吴学丘上了岸 入酒店里来 都到水阁内 建一副 红油桌凳 软小二便道 先生 休怪我三个弟兄粗俗 请教授上座 吴用道 却使不得 软小七道 哥哥只顾坐主位 请教授坐客席 我兄弟两个便先坐了 吴用道 七郎只是快兴 四个人坐定了 叫酒宝 打一桶酒来 殿小二把四只大盏子摆开 铺下四双柱 放下四班菜书 打一桶酒 放在桌子上 软小七道 有什么下口 小二哥道 心宰得一头黄牛 花糕也相似好肥肉 软小二道 大块切十斤了 软小五道 教授修笑话 眉身孝顺 吴用道 套来相饶 多激恼你们 软小二道 羞嫩地说 催促小二哥 只顾筛球 早把牛肉切做两盘 将来放在桌上 软家三兄弟 让吴用吃了几块 便吃不得了 那三个狼餐虎食 吃了一回 软小五洞问道 教授到此贵干 软小二道 教授如今在一个大财助家 做门馆教学 今来要对付十数尾金色鲤鱼 要重十四五斤的 特来寻我们 软小七道 要是每长 要三五十尾也有 莫说十数个 再要多些 我弟兄们也包办的 如今便要重十斤的 也难得 软小五道 教授原来 我们也对付十来个 重五六斤的相送 吴用道 小生多有银两在此 随算价钱 吃事不用小的 须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 软小七道 教授 却没讨处 便是五哥须五六斤的 也不能够 须是等的几日才得 我的船里 有一桶小活鱼 就把来吃酒 软小七便去船内 取将一桶小鱼上来 约有五七斤 自去造上安排 乘坐三盘 拔来放在桌上 软小七道 教授 胡乱吃些个 四个又吃了一回 看看天色渐晚 吴用寻思道 这酒店里 虚难说话 今夜 必是他家全宿 到那里却有理会 软小二道 今天天色晚了 请教授 全在我家宿一宵 明日却在计较 吴用道 小生来这里走一走 千难万难 幸得你们弟兄 今日坐一处 眼见的这喜酒 不肯要小生还钱 今晚 借二郎家歇一夜 小生有些须银子在此 相反 就此店中 孤一瓮酒 买些肉 村中寻一对鸡 也见同一醉如何 软小二道 哪里要教授坏钱 我们弟兄自去整理 不烦恼 没对付处 吴用道 竟来要请你们三位 若还不依小生时 执辞告退 软小七道 即使教授这般说实 且顺情吃了 却在理会 吴用道 还是七郎兴直爽快 吴用取出一两银子 赋予软小七 就问主人家 孤了一瓮酒 借个大瓮成了 买了二十斤生熟牛肉 一对大鸡 软小二道 我的酒钱 一发还你 店主人道 最好 最好 四人离了酒店 再下了船 把酒肉都放在船舱里 解了拦锁 竟滑江开去 一直投软小二家来 道德门前上了岸 把船仍旧揽在庄上 取了酒肉 四人一起都到后面坐地 便叫点起灯竹 原来软家弟兄三个 只有软小二有老小 软小五 软小七都不曾婚取 四个人都在软小二家后面 水亭上坐定 软小七宰了鸡 叫阿嫂同讨的小猴子 在厨下安排 约有一根香刺 酒肉都搬来 摆在桌上 吴用劝他弟兄们 吃了几杯 又提起买鱼室来 说道 你这里弱大一个去处 却怎的没了这等大鱼 软小二道 石不瞒教授说 这般大鱼 只除凉山坡里便有 我这石阶湖中狭小 存不得这等大鱼 吴用道 这里和凉山坡一望不远 相同一派之水 如何不去打些 软小二叹了一口气道 唉 休说 吴用又问道 二哥如何叹气 软小五接了说道 教授不知 再现 这凉山坡 是我弟兄们的一饭碗 如尽绝不敢去 吴用道 若大去处 终不成 官司尽打于先 软小五道 什么官司 敢来尽打于先 便是活颜 望也尽致不得 吴用道 既没官司尽致 如何绝不敢去 软小五道 原来教授不知来历 且和教授说之 吴用道 小生却不理会的 软小七接着便道 这个凉山坡去处 难说难言 如今坡子里 心有一伙强人站了 不容打鱼 吴用道 小生却不知 原来如今有强人 我那里并不曾闻的说 软小二道 那伙强人 围头的是个秀才 裸颗橘子 换作白衣秀式王轮 第二个叫做摸着天杜谦 第三个叫做云里金刚宋万 一下有个汉地忽律珠贵 现在李家道口开酒店 专一探听事情 也不打紧 如今新来一个好汉 是东京进军教头 什么豹子头临冲 十分好武艺 这伙人好生了得 都是有本事的 这几个贼男女 聚集了五七百人 打家劫舍 掳掠来往客人 我们有一年多 不去那里打鱼 如今坡子里靶住了 掘了我们的衣饭 因此一言难尽 吴用道 小生时事不知有这段事 如何官司不来捉他们 阮小武道 如今那官司 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 但一生下乡村来 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 猪羊鸡鹅 尽都吃了 又要盘战打发他 如今也好 叫这伙人奈何 那补到官司的人 哪里敢下乡村来 若是那上司官员 拆他们吉捕人来 都吓得尿是其流 怎敢正眼看他 阮小七道 我虽然不打得大鱼 也省了若干磕柴 吴用道 嫩得时 纳司们倒快活 阮小武道 他们不怕天不怕地 不怕官司 论秤分金银 一样穿绸锦 成旺吃酒 大快吃肉 如何不快活 我们弟兄三个 空有一身本事 怎得学着他们 吴用听了 暗暗的欢喜道 正好用计了 阮小七又道 人生一世 草生一秋 我们只管打鱼营生 学着他们过一日也好 吴用道 这等人 学他做什么 他做的够当 不是吃账 五七十的罪犯 空子把一身虎威都撇下 躺货被官司拿住了 也是自作的罪 阮小二道 如今该管官司 没甚分晓 一片糊涂 千万犯了 弥天大罪的倒都没事 我弟兄们不能快活 若是但有肯代谢我们的 也去了吧 阮小五道 我也常常这般思量 我弟兄三个的本事 又不是不如别人 谁是使我们的 吴用道 假如便有使你们的 你们便如何肯去 阮小七道 若是有使我们的 水里水里去 火里火里去 若能够受用的一日 便死了 开眉斩眼 吴用暗地里想到 三个都有意了 我且慢慢地诱他 吴用又劝他三个 吃了两寻酒 正是 只为奸邪 屈有才 天叫恶药 下凡来 试看小阮三兄弟 截取生辰 不亦才 吴用又说道 你们三个 赶上凉山坡 捉这伙贼吗 阮小七道 便捉得他们 哪里去情赏 也是江湖上 好汉们笑话 吴用道 小声短见 假如你们怨恨 打鱼不得 也去那里撞愁 却不是好 阮小二道 先生你不知 我弟兄们 即便商量 要去入伙 听得那白衣袖 是王伦的手下人 都说道 他心地狭窄 安不得人 前方那个东京 临冲上山 呕尽他的气 王伦那死 不肯胡乱拙人 因此我们弟兄们 看了这般样 一起都心懒了 阮小七道 他们若似 老兄这等慷慨 爱我弟兄们便好 阮小五道 那王伦若得 似教授这般情分时 我们也去了多时 不到今日 我弟兄三个 便替他死 也甘心 吴用道 量小声 何足道哉 如今山东河北 多少英雄豪杰的好汉 阮小二道 好汉们尽有 我弟兄自不曾遇着 吴用道 只此间运城县 东西村朝宝证 你们曾认得他吗 阮小五道 莫不是叫做 托塔千王的仇盖吗 吴用道 正是此人 阮小七道 虽然与我们 只隔的百十里路程 缘分浅薄 文明不曾相会 吴用道 这等一个仗义 书才的好男子 如何不与他相见 阮小二道 我弟兄们无事 也不曾到那里 因此不能够与他相见 吴用道 小生这几年 也只在朝宝证 装上左近交些村学 如今打听的 他有一套富贵带曲 特地来和你们商议 我等 就那半路里 蓝取住了 如何 阮小五道 这个却使不得 他既是仗义 书才的好男子 我们却去坏他的道路 徐持江湖上 好汉们知识笑话 吴用道 我只到你们弟兄 心智不坚 原来真个 希克好意 我对你们实说 国有协助之心 我叫你们 知此一事 我如今 现在朝宝证 装上住 保证文知 你们三个大名 特地叫我 来请你们说话 软小二道 我弟兄三个 真真实实的 没办点假 朝宝证 敢有件 奢侄的私商买卖 有心要带弃我们 一定是 烦老兄来 若还端地有这事 我三个 若舍不得性命 相帮他时 残就为事 叫我们都遭横事 恶病临身 死于非命 阮小五和阮小七 把手拍着博相道 这腔热血 只要卖于石货的 吴用道 你们三位兄弟 在这里 不是我坏心术 来诱你们 这件事 非同小可的勾当 穆金朝内 蔡太师 是六月十五日生辰 她的女婿 是北京大名府 梁忠叔 即日起借 十万贯金珠宝贝 与她仗人庆生辰 仅有一个好汉 姓刘明堂 特来报之 如今 欲要请你们去商议 聚几个好汉 向山奥僻静去处 取此一套富贵 不义之财 大家图个仪式快活 因此特叫小生 只做买鱼 来请你们三个计较 尝此一事 不知你们心意如何 阮小五听了道 爸爸 叫道 七哥 我和你说什么来 阮小七跳起来道 一世的指望 今日还了怨心 正是骚着我仰处 我们几时去 无用道 清三位即便去来 明日起个五更 一起都去朝天王庄上去 阮家三弟兄大喜 有诗为证 有诗为证 壮志烟流 未得身 金逢学究 起其心 大家骑入梁山坡 邀去生辰 宝贡金 当夜过了一宿 四早起来吃了早饭 阮家三弟兄 吩咐了家中 跟着吴学究 四个人离了十节村 夜开脚步 取路投东西村来 行了一日 早望见朝家庄 只见远远的绿槐树下 朝盖和刘堂在那里等 望着无用 引着阮家三兄弟 直到槐树前 两下都思见了 朝盖大喜道 软氏三兄 名不虚传 且请到庄里说话 六人却从庄外入来 道得后堂 奔宾主坐定 无用把钱话说了 朝盖大喜 便叫庄客 宰杀猪羊 安排烧纸 软家三弟兄 见朝盖 人物轩昂 语言洒落 三个说道 我们最爱结识好汉 原来只在此间 今日不得吴教授相淫 如何得会 三个弟兄好生欢喜 当晚且吃了些饭 说了半夜话 四日天晓 去后堂前面 列了金钱纸码 摆了夜来煮的珠羊烧纸 三软剑朝盖如此制成 排列香花灯竹面前 各个说世道 梁中书在北京亥民 乍得浅雾 却跋去东京 与蔡太师庆生辰 此义等正是不义之才 我等六人中 但有思义者 天诛地灭 神明见察 六人都说是了 烧化纸钱 六愁好汉正在后堂 散服饮酒 只见一个庄客报说 门前有个先生 要见保证化斋粮 朝盖道 你好不小事 见我管带客人 再次吃酒 你便与他三五生米便聊 何须直来问我 庄客道 小人拔你与他 他又不要 只要面见保证 朝盖道 一定是嫌少 你便再与他三二斗米去 你说与他 保证今日 在庄上请人吃酒 没功夫相见 庄客去了多时 只见又来说道 那先生 遇了他三斗米 又不肯去 自称是一清道人 不为钱米而来 只要求见保证一面 朝盖道 你这丝不会应答 便说今日 尾时没功夫 叫他改日 去来相见拜茶 庄客道 小人也是这般说 那个先生说道 我不为钱米摘粮 文之保证 是个义士 特求一见 朝盖道 你这般馋 全部替我分忧 他若再嫌少时 可与他三四斗米去 何必又来说 我若不和客人们饮食 便去私鉴一面 打什么锦 你去发负他吧 再修要来说 庄客去了 没半个时 只听得庄门外热闹 又见一个庄客 飞夜四来报道 那先生发怒 把十来个庄客 都打倒了 朝盖听得 吃了一惊 慌忙起身道 众位弟兄少做 朝盖自去看一看 边从后堂出来 到庄门前看时 只见那个先生 身长八尺 道貌堂堂 威风凛凛 生得古怪 正在庄门外 绿槐树下 打那种庄客 朝盖看那先生时 胆见 头丸两枚 蓬松双压计 身穿一领 八衫短鹤袍 腰计杂色 猜思涛 背上松纹 骨铜剑 白肉脚 衬着多尔麻鞋 棉囊手 拿着憋壳扇子 八字眉 一双性子眼 四方口 一步落腮弧 那先生 一头打庄客 一头口里说道 不识好人 朝盖见了教道 先生息怒 你来寻朝保证 无非是投摘化缘 他遗余了尼米 何故称怪如此 那先生 哈哈大笑道 贫道不为九十钱米而来 我去的十万贯 如同等闲 特地来寻保证 有句话说 婆乃村夫无礼 毁骂贫道 因此兴发 朝盖道 你曾认得朝保证吗 那先生道 只闻其名 不曾会面 朝盖道 小子便是 先生有甚话说 那先生看了道 保证修怪 贫道 好骑手 朝盖道 先生少请到庄里 拜茶如何 那先生道 多敢 两人入庄里来 不用见那先生入来 自和流堂三软 一处躲过 其说朝盖 请那先生 到后堂 吃茶以罢 那先生道 这里不是说话处 别有什么去处可做 朝盖见说 便邀难先生 又到一处小阁内 分宾坐定 朝盖道 不敢拜问先生高兴 贵乡何处 那先生答道 贫道 父姓公孙 单会一个圣字 道号 依清先生 小道是 冀州人士 自幼乡中 好袭枪棒 学成五亿多半 人但互为 公孙圣大郎 因为学得一家道术 亦能呼风唤雨 假物腾云 江湖上 都称贫道座 入云龙 贫道久闻 运城县 东西村保证大名 无缘不曾拜识 仅有十万贯金珠宝贝 专送于保证 所觐见之礼 为之一事 肯纳否 朝盖大笑道 先生所言 莫非北地生辰纲吗 那先生大惊道 保证何以知之 朝盖道 小子胡猜 为之何先生 亦否 公孙圣道 此一套富贵 不可错过 古人有云 当取不取 过后莫回 保证心下如何 正说之间 只见一个人 从格子外 抢江入来 披胸揪住 公孙圣 说道 好啊 明有王法 暗有神灵 你如何商量 这等的勾当 我听得多时也 吓得这公孙圣 面如土色 这正是 积谋未旧 怎奈窗外人听 既策财师 又早消强 祸起 执教 七仇好汉 当时拒 万贯资财 只日空 毕竟抢来 揪住 公孙圣的 却是何人 且听下回分解